火焰山脚下饭锅里边的菜单 大家看一下价格 给大家看一下我干方这个位置 火焰山 火焰山脚下 请你口音你是河南了 南洋的 南洋 南洋这的 南洋 南洋的 哎呀 哈哈 我这看见那这卤肉 咋不上我听出来 啊 卤肉肉 火焰山脚下饭锅里边的菜单 大家看一下价格 你真瞧碰见那样老乡的饭店 这是咱自己卤的 自己卤的 弄半斤弄的弄的弄的 别弄的费 最近减费的 鱼上吧 可以可以 多少钱啊 一百一公斤 弄半斤吧 咱其实搁这事留七年 你这发瓜是哪 我说来的拉瓜 自己买的 自己买买回去买 四十三 成了啦 你还这都一斤了是吧 然后我要给这一块拿下 这一块是哪去 这一下挑了算 你搁这碗吧 哎呀 无所谓 再一碗烙面条 咱们一碗烙面条 碰个啥菜呢 挺交集的 喝点烙鲜 给这可多吗 嗯 种的差不多都算了 种习惯我只要可多 平衫的 种这种 他那碗都是算的 还有算的 也是平衫的多 嗯 瓜顶先不 顶了了 找找呆吧 顶先也跟着交了了 我是打完行 现在劲儿都不顶了 他说一天要劲了 我到了到了再说 我这个田野真大一盘 面还没上来 尝尝鲁肉咋也 嗯 再去夹里边有味 烙面条来了 今天运气真好啊 得到淮山 绝对也能吃出河南老家的饭 哇 来吧 准备干饭 拿到台湾 今天是鲁肉烙面条 离罚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有辣椒吗 老乡 好吃啦 好吃啦 嗯 好没 给我吃过家常饭 咦 今儿早上跟乌鲁木鸡 听老乡就喝碗喝了汤 哈哈哈 这边很脆 我直接走了 这边买喝了汤吗 没有 我看这条路上 驴幼的吃是最多了 是吧 对 都是来这碗的 这样出来多啊 人生 这要不接受最多 啥吃啊 无疑 国际前有点多了 国际前是国庆节响 来这看一下 看着大金箍棒的 哈哈哈 以前新鸡三岭没有修那时候 往新疆都是着路啊 那时候几乎看不到有啥驴幼的 烙面条真带劲 我本身还好吃臭的 好吃干的 我个鸭凉一点 原来我妈在那时候 我这样一会鸭 不是烙面条的路面 哈哈哈 其实它是真正吃美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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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旅游,人家都是出来抛着玩着 我那一道过节 过家是大字都不想出去 人家过节出去玩着,我过节是给到家拼命学的 我们俩把这盐的盐都搅拌 是吧,你俩搅拌饭以后,搅拌饭以后 好